我们讲这个罪和不饶恕带来的破坏。 很多教友随意犯罪、允许犯罪、允许罪影响他们的生命。 同时我也会说,就是侍奉的人员、传道人还是允许罪影响。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罪的定义影响我们,罪的定义。 有些人以为这是骂人、发怒、不诚实。 有些明显的罪是罪,但没有想到,在里面没有信靠神也是罪。 凡不是出于信的都是罪。 有些时候有侍奉的人员,他们很想侍奉,很想神喜悦,但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破口。 这个破口就带来破坏。 我们就看一看医生经文,然后就解释到怎样罪在我们生命中有破坏。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后果越来越来越严重。 有些人人家关系不好,家庭不好,工作不好,内心世界不好,整个生命都不好,整个生命破坏。 好像剩下来的不多,留下来的福气不多。 他们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罪。 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 但你留意,当我现在讲到罪的时候, 我不是用这种强迫的方法, 而是让人知道罪的破坏性, 知道罪的破坏性,而且分辨是什么罪。 但首先我们看一看罪的破坏性。 然后加勒太书六章八节,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 就会有败坏,有破坏。 顺着情欲, 有些小师父的人就觉得, 我要教会更大, 我要,就好像有一种压力。 他们不知道压力也是罪。 我的意思当然是错误的压力。 所以说, 侍奉的人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我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这个也是情欲, 因为这个是骄傲, 我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或者是, 这些人不改变, 我的心就很不开心, 很有压力, 我要改变这些人。 就将侍奉变为我们的侍奉, 变为是我们的工作。 但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付你的恶, 是不是你的恶? 耶稣是不是说, 你们要付你的恶? 说付我的恶, 是耶稣的恶。 是耶稣很想改变。 所以当侍奉的人, 就看我们侍奉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的。 我要建立的话, 反而会破坏。 因为有些传道人就是, 或者是侍奉, 或者是组长, 有任何情况侍奉, 就好像我的, 好像我的士班啊, 这是我的产业, 你们不要碰。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范围。 我做的怎么样, 你们不要说什么话, 这是我的范围。 因为他们就控制了。 这个也是情欲, 因为我要控制, 我要用我的方法控制, 这个也是罪。 或者是我担子这个担子, 也是罪, 因为这个是耶稣的担子, 是耶稣的恶, 是耶稣的侍奉。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情况, 就允许一些情欲在里面发动。 我见过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有些传道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 他要教友都很强烈的顺服, 顺服没有问题, 顺服是应该的。 但他们是怎么样的? 你们不顺服, 你们要做的不好, 你们要, 现在一个事奉要平址了, 你们要完全听我的话,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说的你反驳, 你就是不顺服, 你不顺服你要停止。 就好像是顺服他, 不是顺服神。 因为圣经说, 比起顺服, 你们不要杀制群羊, 不去杀制他们, 不去控制他们。 控制可以成为一种控制欲, 这是我的, 这个也是罪。 所以有些教会因为太强的控制, 就带来破坏性。 现在我所说的, 就是任何的罪, 都可以对我们生命有破坏。 顺着情欲, 一种控制性, 这个控制就带来破坏。 怎样破坏呢? 有些传道, 我不是单是传道, 这是侍奉的人。 在教会习惯, 人都听他的话。 在教会里面, 人都听他的话。 然后回到家, 他要他的太太, 你也要听我的话。 你也要怎样顺服啊? 圣经有说七级顺服, 但也说, 比起顺服。 你留意,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开始, 你们要比起顺服。 二十二节才说, 七级要顺服你的丈夫。 但很多丈夫, 就是单单地要求七级去顺服, 控制。 这样的话, 就带来败坏。 因为, 神所预定的是怎么样? 是丈夫爱七级, 看重他, 也比起顺服。 然后七级就愿意顺服。 这样的话, 家庭就和解, 就有爱, 就合一。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控制的话, 就会破坏。 就会, 他的生命一步一步的破坏。 。 然后, 所以, 有些时候, 有些人攻击我, 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会为他们祷告, 神的怜悯他们, 只要他们不会继续这样做。 因为他们继续这样做, 他们就是伪坏神的电。 伪坏神的电, 神必要伪坏那人, 其实他比我更惨。 我们也知道, 我们看到人有问题, 如果这个代表一个人, 这个人, 他有不好的地方。 有些时候, 我们不拘不绝, 对他的态度不好。 我们想帮助他, 但态度不好。 我们会看到他, 不想看他。 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 但其实, 我们的态度, 人都看到的。 你看我讲圣经的时候, 我都看你们的眼睛的。 如果有一天, 我看你们的时候, 看到某一个, 我总是不看。 看其他, 这个不看。 这个人就说, 为什么今天牧师不看我呢? 都看每一个人, 就是不看我。 人都会感受, 好像牧师有些地方不喜欢他。 这个也是罪。 这也会带来破坏。 这个就是, 因为我也是伪坏他。 因为他, 令他觉得不被接受。 其实有些时候, 在教会也会这样的。 你想一想, 是不是有些人, 你看到, 好像很不顺眼了。 他的态度, 他说话的方式, 他犯的罪, 他不顺服, 他影响其他人。 哇, 见到他, 不喜欢他, 看到他。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都会有。 但这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被情欲影响, 我们就说, 这个人我不喜欢, 所以我不要跟他说话。 我不要让他觉得我接受他, 我要让他觉得他是被拒绝的一个。 但这个态度就破坏与他的关系, 也破坏他的灵命。 他就会越放弃, 牧师不接受我, 我不想去这个教会了, 我不想信耶稣了, 是不是? 这个, 就是破坏。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没有留意到我们的罪, 可以就是, 我不喜欢某一个人, 不接受某一个人, 就影响。 其实很多人都是选择性的, 例如有些孩子, 不接受父母, 回家马上进去房间, 为什么呢? 不想跟父母谈话, 他们说的话不好听, 就马上去房间了, 关上门,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因为父母都是啰嗦, 说很多教导的话, 不想听了。 这个也是犯罪。 但你说, 他很啰嗦的, 很难忍受的, 怎么办呢? 这个, 我们怎样处理, 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有难相处的人, 在教会, 在家庭里面, 有难相处的人, 怎样处理。 处理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越平安, 越轻松, 越被不太影响, 越能够影响它。 我有一次, 有一个母亲对我说, 请你跟我的儿子沟通一下, 希望他会读书, 不换手机, 希望他找工作。 然后, 我就说, 好啊, 我就说, 我去看看, 见见他。 然后, 我来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他就说, 你快来了, 木须来见你了。 然后, 我听到对方的意思是, 他不想来。 他就对他的, 他对他的儿子说什么呢? 你不来啊, 木须等你啊, 木须要见你啊, 你怎么可以不来啊? 他的孩子还是不来。 我就问他, 我原来, 你叫我来谈, 其实, 谁啊? 其实, 你没有问他。 而且我想问你, 刚才你对他说话的方式,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感觉了? 他说, 是为了反感啊, 不开心啊。 他以为, 儿子不听话, 我就要吩咐他听话, 就要命令他听话, 但越命令, 后果越不好, 欢喜越不好。 其实, 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这样, 被儿女影响, 里面就很多情绪, 情绪发出来, 用情绪的方法, 永远不能改变人。 情绪只会破坏, 不会带来改变。 那怎样改变呢? 是很难的。 怎样改变呢? 我们平稳安静。 我的儿女睡在你的手中, 求你怜悯, 帮助我从你得利。 我没有力量, 我不能改变它, 所以我就去静静神神啊。 释放我的担心。 释放我的担心, 我里面很大的重担。 背着孩子的担心, 我真的很重。 求你, 释放我的灵。 释放我的灵, 使我冷静, 拜你。 释放我的灵, 让我轻松平安。 让我有平安喜乐。 我为孩子做什么小事, 都令他开心的。 我就尽量做令他开心的事情, 就有可能改变他。 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用强迫的方法。 另外有一次, 有一个祖母告诉我, 我的圣子, 我就是跟我的圣子一起住, 但我的圣子不听我的话。 我说什么话, 她都不听。 我就问她, 她有什么, 她有没有什么长处, 做得好的地方? 你有没有记得她有做得好的地方? 她说有, 有一次她忘记她的书本在学校, 她的同学会将这个书本带回来给她, 就看到她也会跟同学有好的关系。 然后我就问她, 她的同学带了她的书本回来, 你怎样对她的圣子说话呢? 她就说, 我对她的圣子说, 你以后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你的书本, 你自己带回来了。 我说你的圣子会觉得怎么样呢? 也是被责备, 告诉她怎样做。 我就说, 其实有什么地方她做得好, 你可以欣赏。 怎样可以欣赏呢? 你可以这样说的, 孩子, 你必定是与你的朋友, 朋友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你忘记书本, 你的朋友都带回来, 你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这样她就舒服了。 但父母觉得说这些话, 我就是忠荣她, 忠荣, 是不是? 就觉得她是好人, 她做得很好。 现在再有一样做得好, 就觉得我做得够好了, 所以我不需要改善。 很多人以为, 称赞人会令人, 会纵容人。 但其实,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欣赏人, 我告诉你, 我很欣赏你很集中的听神的话。 我很欣赏你, 我真的很集中听, 我很欣赏你。 这个会不会令你, 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需要努力了。 会不会令你更懒惰了? 不会令你更有动力, 是不是? 这个就是欣赏的益处。 其实圣经也说欣赏, 耶稣说一杯凉水, 不能不得赏赐。 凡是美善的, 都要纪念, 都是欣赏, 是不是? 耶稣也欣赏他的门徒所做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天国里, 我们欣赏, 我们喜乐更能改变人。 但很多人是这样,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控制儿女, 指责去破坏儿女, 反而儿女不听话。 但如果用恩典去改变人, 但这个怎样用恩典, 这个是一种? 艺术。 艺术, 怎样用, 你回家对你的孩子说, 你很乖啊, 你做得很好啊, 我很欣赏你啊, 你很有信学谈情, 你必定学到。 这是欣赏一句, 你必定学到的。 这个就比他动力, 是不是? 你们都可以被神使用的, 你们都可以带来复兴的, 神可以使用你的。 这样就堵住破口。 很多人的破口是什么呢? 太强迫人, 太用压力, 太多批评。 批评不是, 圣经也说, 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 所以论断人只会带来破坏, 也伤害别人, 伤害神的殿, 神的儿女, 是很大的破坏。 所以在释放的时候, 如果有缘, 有软弱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跟他沟通, 让他知道你是很宝贵的, 很重要。 你相信吗? 你相信? 我今天想跟你沟通一件事, 我看到有这个情况, 你做了这个事情, 你觉得怎么样? 不要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会觉得被控告, 但我们说, 你这样做,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他说, 我觉得有做的不好, 那你想不想改变呢? 用什么方法改变呢? 这样就引导他。 例如这个人不听怎么办呢? 不听,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 用圣经的提醒, 律法, 也可以用律法。 圣经里面说, 犯罪有破坏性的, 会破坏你整个生命的, 你的与人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都破坏你, 你希望这样骂, 就用这个方法引导他, 让他明白。 好了,他还是不听。 我们可以警告他, 这样犯罪, 但不需要大声, 也不需要骂他。 圣经说什么? 你可以读这个经文, 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魔鬼也来偷窃、杀害、毁坏。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 魔鬼已经偷窃了, 令你失去了, 让他唤醒他的心。 但有些人他不听, 他还是在教会里面破坏。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上一次你这样做, 我要公开宣告, 宣布告诉人, 这个人是在这个教堂 是追女孩子的, 你们要小心, 这个人他会跟你借钱的, 你要小心, 他做什么破坏教会的事情, 我就会公开告诉人的, 你想吗? 就一步一步的, 但不需要, 在这个过程都不需要发露, 都不需要骂他。 我们可以, 最前来可以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你知道你这样影响与神的关系, 你可以失去救恩的, 你可以失去救恩的, 我们可以这样提醒他的, 这个是很严厉的。 好的, 关于这方面有没有提问呢? 这个我刚才所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伤害人的时候, 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去毁坏神的电, 我们就留意我们所说的话, 或者是对他的态度, 对人的态度不好就影响我们的, 内心不好就影响我们的态度, 态度不好就影响我们的言语。 然后, 到这一来, 透窃, 杀害, 毁坏。 那, 他会毁坏什么呢? 我们细想一下, 他会毁坏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的平安、轻松。 他会毁坏神给我们的计划, 他会毁坏我们的力量, 他会毁坏我们与人的关系, 人的信任。 你想一想, 如果我有一次在这里犯了罪, 你们以后可能都不会信任我, 所以我必定要保持这个信任, 这个是礼物, 是不是? 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被人信任都是礼物, 所以我会尽力去保持这个信任, 也影响我们的机会。 我们来这里是机会, 我来这里是机会, 我感谢神能够祝福你们是机会。 这样的话, 神也破掌我的领域, 可以影响更多人。 但如果我犯了罪, 就破坏。 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些人的。 人籍关系不好, 情绪不好, 常常烦恼, 祷告没有力量, 没有信侍奉神, 家庭不好, 工作不好, 经济不好, 身体不好, 好像每一方面都被魔鬼偷窃了。 有没有见过这些人呢? 有些信了耶稣很多年了, 但他们的生命好像整个都破坏。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 他们听神的话, 一步一步地建立, 有没有? 但我这样说的, 有些人建立生命是到一个程度就停止了。 他犯教堂, 去教堂, 去祷告, 读圣经, 有传福音, 就停止了。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是不是我们发展就是这么多了? 还有更多。 今天你学到这些教导, 可不可以用来帮助人呢? 可以的。 你也可以成为老师, 你可以帮助其他人的。 所以, 你一步一步提升。 当我去宣教的时候, 起初我就是谁来, 我就教导。 后来我发觉, 最重要是帮助传道人, 牧师。 因为他们得帮助, 他们就能够带领他们召会。 所以我就主力在传道人, 实际上也主力在侍奉。 因为这个果哨更重要, 我就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地提升。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路向, 一步一步。 你们将来也可以的,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能力。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在网上认识我, 然后我帮助他的灵命改变。 然后他太家的教会很大的影响, 起初他们都不接受他, 很不接受。 他觉得很辛苦, 但我鼓励他, 你不要被他们影响, 你是很宝贵的。 他影响一些人灵命改变, 然后后来其他人看到, 他有能力改变人的灵命。 他一步一步地帮助不同的人。 他的事奉就提升, 后来他安排我去他的教会。 他不是在香港的, 我就去他的教会。 这群人都接受这个基督徒。 他就从这个本来不被人影响的, 慢慢提升到, 影响这个教会。 甚至传道人也被他影响。 传道人也看到他的改变, 也很喜欢。 另外有一个姐妹曾经来这里的, 上真。 他本来在他的教会, 教会的人不太接受的。 但后来他改变, 来到我的聚会改变。 他带很多人信主, 在他的教会影响很多人。 这些传道人都欣赏他, 他就在教会里面的影响力就加强了。 而且当有一天, 你慢慢一步一步就进入更高度的事奉。 所以求神帮助你。 但你同时明白, 任何的罪都可以带来破坏性。 你的, 我现在问你, 你处理杀人的问题, 处理基督徒的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带着脾气, 露气。 当我发觉里面有任何的露气, 我就马上告诉自己, 露气必要破坏性。 你想一想, 如果我跟你说话有一天, 哇! 但你们从来没有见到我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 他跟我联系最多的。 你有没有见过我这个样子啊? 没有。 我都是, 我都是处理好。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有这个露气, 或者是说话, 很强烈的露气, 必定破坏人。 令人觉得很失望, 是不是? 所以, 我选择处理这个, 我才能够在几方面进步, 任何的破口都破坏各方面的。 露气影响什么呢? 影响与神的关系。 因为祷告就不, 与神没有好的联系, 不能圣灵充满, 与人也没有好的关系, 也不能影响人, 也破坏。 有些时候, 人就会说, 我认识一些传导人, 他们的西风, 有破坏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些罩友说, 他太多露气了。 他太多问题了。 然后这些人就抗拒, 造成这个罩会的破裂。 所以这个, 我们任何的小小的破口, 如果这杯水, 这个杯有一个洞, 这些水都漏走了。 生命中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洞。 露气啊, 不耐烦啊, 有些时候不耐烦。 我现在去讲出不同的罪, 让你们留意到。 我在香港训练人士风神啊, 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聆听辅导。 但我们有些人很没有耐心, 聆听。 他们说, 听来听去都是这样, 都是讲这些问题, 没有耐心。 我也听, 那我怎样有耐心呢? 那我怎样去帮助他呢? 虽然他去常常重复说他的问题, 你没有认识这些人啊, 他们每一次跟你说话都去说同样的问题, 重重复复都去说同样的问题, 很难就不耐烦了。 我会讲呢? 我会总算处理我里面的不耐烦, 我的所有的路气, 我就说, 我的路气就不能处理, 不需要放在心上, 可以耐心听他。 但我会怎样处理呢? 我就会问他, 好了, 我听到你所说的, 那你可以怎样处理啊? 你想不想处理? 你想不想处理? 你可以怎样处理? 我就会将这个责任教会给他, 因为他很想, 就是告诉我, 告诉我, 他就束缚了。 但我想将这个责任教会给他, 但我不会骂他, 也不会不耐烦。 所以, 我帮助他的手没有破口, 如果我有破口的话, 人就慢慢就会拒绝我。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在每一方面, 与人沟通的时候, 是怎么样? 是平稳、安静。 另外一样, 平常你的小组很多人来的, 但有一天只有两个来, 你就, 为什么他们不来啊? 就很不开心。 这样的话也会显露出来。 但我们说不要紧, 两个就两个, 两个的力量也很好, 两个改变也很好, 不要紧。 我们就享受今天只有三个人在这里,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个就是处理。 我的里面是不停地处理的。 你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处理的? 有了。 而且能不能够胜过呢? 没有了。 可以考神。 难不难呢? 难了。 难了。 肯定难了。 能够胜过。 考神胜过。 考神胜过。 也必定是我们提升我们的敏感, 留意到, 知道这个破坏性。 很多人的事奉为什么不能进步呢? 这是去到一个程度就停止了。 因为他们都是被这些情绪啊, 负面想法啊, 不耐烦啊, 这些影响。 所以就停在这个程度。 不能再进步。 但如果我们能够平稳安静, 例如, 我们敬拜的时候很平安轻松。 因为我的心里面真的很平安轻松。 Hallelujah! 我是真的很轻松。 但我有没有压力呢? 有的。 但我处理。 重点是我处理。 有没有压力? 有。 我希望更快地扩展。 没有。 但我说这是神的责任。 我就是享受神。 放手,不要紧。 我也有压力。 我也有别人影响。 但问题是我尽快尽快处理。 但有些手续很难的。 心里好像有一种压住的感觉。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压住。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怎么办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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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负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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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边思想处理。 放手。 一边祷告进进神去处理。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进步。 有没有提问呢? 有没有提问呢? 刚才我所说的是关于这个方面。 另外有些人说情欲。 例如,有些人情欲很难处理。 常常想到结婚啊。 或者是性关系啊。 有些人或者去看网上的事情的影片啊。 图片啊。 这些人是很难帮助的。 很难。 为什么呢? 他们的生命破坏到一个程度。 他们唯一的快乐的地方去看这些影片。 所以这是他们快乐的来源。 他们没有力量。 所以不停被这些情欲影响。 他们就灵命不好。 生命不好。 工作不好。 什么都不好。 因为就是被情欲影响。 那怎样改变呢? 我会这样说的。 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想不想你下半生进步更平安喜乐。 你想不想你将来的道路更美好。 神有计划你可以更好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情欲现在在破坏你。 你想不想脱离。 但他说我想啊,但没有力量。 力量就需要建立与神的关系了。 整天加美主,整天经历圣灵。 从神有力量。 然后你有力量。 当你想去看这些事情的图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扎美主。 爱神。 或者是跟一些基督徒沟通。 让你分散你的注意力。 帮助你去处理。 然后,后来你就说,这些都是破坏的。 就更破坏。 这样破坏的时候,如果你有家庭, 这个家庭可能会离婚。 你没有家庭的话, 你也会与异性来往,会有困难。 但你建立与人健康的关系。 与神有健康的关系。 又爱人如己,关心人。 这样的话,你与人关系好。 将来神也能够为你预备好的婚姻。 但如果你是在情欲里面的话, 人知道都不喜欢的。 你就很难找到一个好的配偶。 神也不会为你预备一个好的配偶。 就让他的生命,让他知道生命破坏。 但我发觉有些人的生命破坏到一个程度, 是很难恢复。 情绪去到,常常就是低谷。 习惯,情绪低沉。 情欲破坏,控制, 人际关系不好, 都是去到一个很低的程度。 怎么办呢? 这样的情况,我首先与他们祷告, 让他们经历圣灵。 在圣灵里面有平安喜乐。 我说每一次来就会经历圣灵, 让你有力量, 去到生命的宝贵。 然后你想不想保持, 你再一次得福, 你想一想, 有些人的生命这么幸福, 有神祝福,你想一想。 你想的话, 你一步一步的进步, 任何进步你可以欣赏自己, 小小的进步也欣赏自己, 神也欣赏。 这样你就可以开心了。 这些人愿意的话, 我都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不愿意, 就很难。 我相信你们都遇见这样的人, 被赌博、赌饮、 这些手机, 现在很多人都被破坏。 这个求神给我们, 帮助他们经历圣灵, 他们喜欢圣灵, 然后他们有动力去见见神。 所以你们, 在你们的群体, 年轻人多祷告见见神, 有神的同在, 帮助其他年轻人都有神的同在。 这样的话, 神的同在会改变人, 他们就会有动力去跟从神, 发挥生命。 我也鼓励人, 我说我每一样学习的, 都用很多时间。 我学钢琴只有一年, 但我练钢琴, 有很长的时间。 有些时候, 以前我侍奉的手续, 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做学生服事的。 中间有很多时间, 我就弹琴, 有些时候, 一天弹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 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弹琴了, 但我的手指还是很灵活。 这个就是, 我以前用很多时间, 我学什么, 我讲到也是怎样进步, 怎样进步, 学习, 怎样熟悉圣经, 应用圣经, 我每一样东西都很努力。 我从早上到晚上, 都不停地写作, 或者是帮助人。 这个是我的生活。 当然, 我有时间去照顾我的家人, 洗碗。 洗碗, 我会有些时候打电话给人, 有些时候去辅导人, 有些时候去看一些重要的影片, 我都不会浪费时间的。 有些人一边运动, 我洗碗也运动的。 我做什么事情, 很多时候都会同时做另外一些事情, 有运动啊。 这是, 我是很努力建立我整个生命的。 什么地方可以进步, 我就进步。 你们会不会这样啊? 像你学习, 像你学习。 很现实。 我觉得浪费时间是, 生命很大的破坏。 因为, 我感谢神, 现在神给我这么多的教导。 你也可以自由用这些教导, 还有很多, 其实, 其实我传给你们, 都可以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教导。 这些教导你可以用。 我很多连学来的, 你以撒几可以得到, 然后你应用出来, 你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好了, 关于, 刚才我所讲的, 关于罪的破坏性, 和怎样处理罪。 这个处理罪, 还是用这个得胜五部曲。 或者是得胜三部曲。 留意到罪, 罪必有破坏性。 圣经说什么? 祷告求神圣免去力量, 然后选择圣服。 我里面有负面想法, 我选择用圣经的正面的想法, 神需爱我的, 神需看重我的, 我尊重神神是喜悦的。 我是选择用正面的想法。 我有什么路气, 我选择放下路气, 不要紧。 不需要发路, 放手。 我是常常在里面处理的, 这个是我的习惯。 在我的生命中, 无量是处理所有问题, 而是我寻找方法怎样提升。 最近, 我发觉用这个PDF的档案, 放在手机里, 我传给人, 其实我会传给你一些档案。 传福音啊, 建立灵命啊, 处理情绪啊, 提升生命啊, 我都有不同的PDF, 我其实再会继续做的, 继续做, 整样有喜乐, 我都做了不同的, 我都传了给他, 然后, 其实可以传给你们, 我也可以传给你们。 这个就是我寻找, 怎样提升的方法。 我不会停止在这个地步, 我会寻找进步。 弹琴也是这样的。 我是有一次, 为一个人, 为一个人, 不愿意。 我将不愿意。 我忘記了, 不愿意。 为什么我说完整。 不愿意。 所以就被人闭了。 什么时间里面。 些人能力。 刚才vor一天超出, 就能离开。 跟老虎街街角。 在我黑夜街角。 如果你看到这个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